现在是在新西兰我第一晚住宿的地方 我第一晚入国 在皇后镇入进新西兰之后 第一晚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601人民币 我们这两个人分它 一个是300人民币 其实还可以再多住一个人 这样就是一个人200 就挤一下 来看一看这个房间 是一个大桌 一个小桌 通常这就是在澳大利亚这种很常见 这种家庭似的 父母带着孩子一块 然后这有一个书桌 有电视 还有衣柜 柜子这边有杯子 然后 然后这有这个烧水的东西 茶 咖啡 糖 澳大利亚很多汽车旅馆也是这种 就是标配吧 这个冰箱 还有牛奶 就是一般 他们喝咖啡 帮你帮娘买的 一般驴宝里面都会放这些东西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房间 这还有洗手间 这样一个洗手间 然后那边是洗澡的地方 还有这个洗发水 没有什么的 什么的 然后 重点呢 是要看外面的风景 小车 然后 然后 那边还有缆车 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房间 挺大的一个旅馆 那边还有休息期活动区 类似青年旅馆里面那种东西 就是这边可能一个 所以600人 你能在新亿兰 就是王后站能住的 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这样 就是当地的这个物价 嗯 也许会有更便宜的 如果有的话 以后我也要不去分享 但我相信肯定会有更便宜的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营地 你只需要把你的帐篷分 分到那边可能 一天 几十人币 或者一百人币 或者说你在任何的野怪 打帐篷 如果他们允许的话 想感谢你们观看 以上就是本期的 在新西兰的所有内容 就是关于这边 付出的这个情况 然后 下期内容 分享更多 关于新西兰的信息 如果你还有朋友 新西兰的问题 欢迎评论或者留言 我们在下期视频 那我们再见 拜拜 唯一可能就是他们这儿 没有这个微波炉 有的可能更高级一点 会直接有小厨房 它这个比较简易 微波炉通常 基本很简易的 可能旅馆都会有 但是它这个没有 不过他们有一个公共的一个厨房 公共区域 在那楼下